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嗨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龜 我是葉瑜 他也是算是這邊的在地人嗎? 以前 他說他們這邊的山區非常的不安靜 我發現你家好像不是山就是海 我也沒辦法 又靠山又靠海 沒事沒事 青蛙 小青蛙 這個山區有什麼故事嗎? 這山區就靠近學校 什麼學校我們都不要講 學生都會遇到一些鬼打牆 一直起不出來 你說這邊是通往一個山區的 不是 通往一個學校 一個學校的山區 可是我們是在另外一邊 有些學生都會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鬼打牆這 很正常吧 很正常啊 很正常啊 就像我們後面有一台摩托車也很正常 也是之前聽人家說 有人在這邊上吊至少 然後有找到 可是新聞沒有爆出來 在這個山區裡面嗎? 在這個山區裡面 就是我們今天要去前往的這個地點嗎? 對 沒錯 好 看看到底 這個山區 會不會 遇到什麼情況呢? 真的 好 我們今天也要聽 又宇哥 他拿手機 稍微做一下側路 像人家不是說 山區 都會有很多 山... 欸?怎麼講 三金鬼妹 對 三金鬼妹 這個地方 非常的適合啊 很適合是不是 很適合是不是 然後今天又剛剛下完雨 一搭背景 呵呵呵 嚇嚇啦 活的嗎? 活的嗎? 欸活的耶 活的路線啊 好酷喔 他一定覺得我們很奇怪 呵呵 為什麼要拍我 他在那邊睡覺 你們在那邊打擾他 有人嗎? 欸不是 我招的都是狗 漂亮喔 你說有人 我看那個眼睛啊 有眼睛的那個 好吧 終究還是遇到我們 最不想遇到的東西 小狗狗 小狗狗 我看聽到有 有啊 那是怎樣 剛剛這邊發出來的 我們剛來到這個地方 就有東西掉下來的聲音 掉下來的聲音 是沒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啊 但是 剛剛那個聲音 比較像是有人 從上面丟東西下來 是有後面的這山區 這邊剛好就有一塊小的空地 走 走吧 狗的聲音 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剛剛這邊已經 跑走了 對啊 走路走出來 我是說在我們旁邊的聲音 欸下面有東西耶 你看 其實這邊很多路 對啊 我們先往上走好了 現在這邊就是 就是 對那些爬山的人 運動 在那邊運動啊 對啊 當秋千啊那些的 這邊白天你們會來嗎 會啊 假日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來這邊爬山 是喔 好 我們現在告一段落 我們現在準備前往就是 葉宇哥他說 這個地方曾經出現 這個社會案件的地方 那這邊今天我們來 其實除了剛剛遇到那個聲音以外 再來就是 四面八方都是野狗的聲音啊 好我們繼續走吧 嗯 笛好聲耶 我剛剛也是有聽到 就是那個 對阿 可是 青蛙青蛙 青蛙青蛙 應該是螃蟹吧 嗯 他們就是 爬完山都會坐在這邊 休息啊 好 我想說這邊的蟑螂特別大隻耶 如果就是螃蟹 這邊很多小路耶 很多小路啊 很多小路啊 小心點 好 地上也要看一下喔 注意一下安全 喔 過了這一面橋好像有一種 特別安靜 剛剛過了這個橋喔 突然有一種那種 壓迫感 是竹林的關係嗎 嗯 然後這邊圍起來 這個圍起來是什麼 竹林啊 裡面都是竹林 這邊走起來 看一下 這邊還有一條路耶 它沒有開 對啊 壓迫感很重耶 壓迫感很重耶 結果 我把我的髮器分開放 然後今天把髮器放在車上 不然的話 這邊白天應該 夠怎麼 叫這麼 叫這麼兇 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一般要是有人經過的話 應該是 有人靠近 他們聲音就會變小 可是 叫特別兇 對啊 走 去挖去挖 怎麼會有實驗用的酒瓶 還是這個是紹興酒 不是耶 這是實驗用的酒瓶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我們來到這種地方 最擔心的就是遇到這種情況 怎樣 太安靜 有點詭異 安靜過頭了吧 嗯 這邊要用繩子爬上去 鬼哥 嗯 我現在 後面有聽到 嗯 的聲音 我一直有聽到 嗯 你幫我拿攝影機 你有聽到嗎 有聽到 不聽到 那邊 幫他 幫他 是不是有人在煮狗 嚇我了 我今天 我今天連蘇煨草都沒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